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孙明辉的缺阵对于广煞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近八场比赛 球队已经输了七场 排名一掉再掉 球队主帅李春江也在压力下下课 尽管李春江下课了 但是广煞仍然不见起色 本场面对只赢了三场的倒数第一天津 广煞优势全无 双方在前三节打得难分难解 分差一直非常接近 第四节 天津曾一度取得七分领先 但广煞也一度缓超比分 双方比赛被托入加时 加时赛天津外援爱德华兹发挥出色 最终率领天津南篮以136比133暴冷 战胜浙江广煞 事实上 天津和广煞的交手一直处于绝对下风 本场比赛之前 天津与浙江广煞历史上共交手26次 天津二胜24负 本场迎球后 是天津时隔2544天后再次战胜广煞 而广煞过去9场1胜8负 排名跌至第12位 赛后的李春江也是一脸绝望 即使下课了 球队还是走不出逆境 广煞目前的最大问题还真不是教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